杨幂老师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杨幂 与其呢 说得很对 但是我从来就不是一线女艺人 我也不是什么女老板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美女 乘风破浪的姐姐今年真是特别火 也找过我 我说我不去 她们说你来 我说我不去 她们说你来吧 我说我真不能去 她们说你一定得来 我说那这样 我给你们唱首歌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她们说行 你别来了 我呢是真的不敢去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底子 唱歌也不行 跳舞也不行 这样怎么可能能赢呢 后来发现 能赢了 也赢了 我在 当然这些都不是我真正不去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我觉得 就大家看那个节目呀 都是想看姐姐们互相薅头发 然后呢 我就想到我这个情况 我想我这个发际线也坚持不了几期吧 所以你看人家雨淇啊 现在人越来越火 身材越来越好 就是脑门好像有点越来越亮 没使劲哈 没使劲哈 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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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没好 反正咱们正片里没看见 所以啊 其实演艺圈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我们就是简单的勾心斗角 没有啦 不是 那我们都是好朋友 就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大家各干各的 有些人呢 想挑事 就说 你看 迪丽热巴那么火 你担不担心 我说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他是我们家的艺人 他好 公司更好 这个问题呢 就相当于你问李淡 你说 王勉现在这么火 你担不担心比自己火 他担心吗 他担心 刚才在后台我碰到李淡了 我说 最近忙啥呢 他说 哎呀 姐 别提了 学吉他呢 真的 大家平时啊 都是好朋友 平时呢 也会互相问候 互相关心 这不疫情吗 我的工作也停了 我就赶紧打电话 给我娱乐圈的好朋友们 我说 最近忙啥呢 啊 你也没什么事啊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这个人呢 就是喜欢接耿怼人 开心了 连自己都怼 很多人都说 我是去游高手 那也主要是因为呢 我去游的那几位呢 跟我关系也都非常好 我说什么 人家都不会真的生气 你看不熟的人呢 我就不敢说 比如我就不敢说 王勉 你就是讲的不够 吉他来凑 我也不敢说 朱一旦 你不是真的有钱 我更不敢说 毛不易 毛不易我有什么不敢说的 那咱们就说说毛不易吧 我呢 是明日之子 第一季的导师 毛不易是那一季的冠军 是最厉害的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明日之子已经办了四季了 结果毛不易还是最厉害的 毛不易 你可真是厉害呀 你看 我什么都敢说吧 邓丽姐 年底压力大 加油啊 今年火的呢 还有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演员 李雪芹 喜欢 太聪明了 别人在攻击男性 只有他在消费男性 开始是吴亦凡 现在是王建国 太惨了 消费水平直线下降 你看我们杨丽在这方面就有点吃亏了 我觉得大家误会了 他攻击男性的初衷 你们想想啊 小时候那些男孩子为什么喜欢揪女孩的辫子呢 是因为喜欢呀 所以啊 杨丽也是因为喜欢才攻击男生的 只不过我觉得策略有点不对 有点幼稚 估计在场的人力 他只能吸引到中美美 先来救救我 我觉得现在男女对立的情绪太强了 男女平等就好 有时候你会觉得没有必要去硬碰硬 咱们有事好好沟通 有时候呢 也可以用一用自己的性别优势 哭一哭也没啥 所以男孩子们 哭一哭没啥 我们会让着你们的 你想象一下 哪天王建国要是真哭了 你是不是想满足他的所有的要求呀 行行行 今年让你当冠军 其实2020是我哭的最多的一年 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 还有疫情 其实我挺爱哭的 我是一个哭点非常奇怪的人 我看愤怒的小鸟会哭 我看无敌破坏网也会哭 看小时代也哭 当然 看小时代哭很正常 李承儒老师看小时代也哭 其实呢 除了难过以外 更多的时候 我是觉得感动 大家很燃 很热血 原来大家可以这么团结 2020就像一场很艰难的游戏 有人负责冲锋陷阵 有人负责辅助补血 有人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兵 但是最终我们都会取得胜利的 稳住 我们能赢 谢谢大家 我是杨幂 火力全开 太棒了 我特别紧张 我真的真的 好不好看 好看 我怎么紧张 我真的说太好了 你知道吗 她这是第一次说脱口秀 但是我之前就觉得你应该来 每期都来 我其实之前跟雨琪发过好多慈悲信 我说那个 我觉得每一期都看 是吧 我跟你说 你来成风破浪 你来了我们也好不过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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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真的是觉得 真的 就是你看这种女演员 真的优秀 杨幂 莉丹 虽然没有美好 但你也长了很多钱 马不易 我们不知不觉的 就转了个场 是吧 完全没有痕迹 巧妙的 都是有功夫的人 我们就像刚刚在结束的时候说的 我们在开场之前 我身后的这些朋友 还有网上的一些朋友 把2020年的糟心事 写在了一些弹里 装到了京东回收站 我们等一下就要做一个特别有仪式感 都不要笑 特别有仪式感 但是也同时非常荒唐的行为 就是我们要把这些2020年的糟心事 全部都压碎 现在呢 有我不明白是为什么是我 这个最没有力量的人 要拽着这个京东回收站 把所有的糟心蛋撒在这条路上 然后把他们销毁 如果我等一下拽不动呢 大家也别觉得不吉利 如果拽不动 我们就叫人来帮我一起拽 如果拽不动多不吉利啊 他不就是显得我们 可以成功了 可以可以 好彩头好彩头 极力 极力 成功了 你真能下呀 我真能下呀 我真能下 那我先这里面也有宇琪姐写的糟心蛋 你写了什么呀 前两天查体 然后查她的身体有一些小问题 然后我今天就约了一个核磁共振 然后我就发现 当我独自一个人 躺在核磁共振的那个机器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的心酸 就挺难过的 他只能躺一个呀 对 只能躺一个吗不是 不是不是 就是我希望下次核磁共振的时候 能两个人在里面躺着 没有这个服务 杨幂老师有什么糟心的事 李琪老师两个人在哪儿躺着不行 为什么非得在那儿呢 我只有在那一刻的时候感到的心酸 好 因为我玩游戏比较多 所以我这个写的是那个 希望在王者峡谷里面 再也不要碰到一上来 就裸出大辅助装的 有CP的姚妹了 谢谢 很专业 很糟心 那我们把你们写了 这糟心事的蛋也扔在这个地方 来 我们马上就要请出 接下来本场已经荒唐了一整场 最荒唐的部分 让我们有请2020年不开心的终结者 他居然是个亚核基 让我们有请亚核基老师 来吧亚老师 来 哇 哎呀我来了我害怕 来了来了 哈哈哈哈 老师你叫烟啊我天 哦 哦 怎么冲着人来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师傅好成绩师傅 哦 哦 哇 多两个放胖一样 哎呀过年了放胖了 过年了过年了 一切胜利一切胜利一切胜利 真的像放胖一样哈哈哈 好的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碎了哈哈哈 但是好像有一些没有压碎哈哈哈哈 再来一个别别别哈哈哈 哈哈哈哈 快下个快下个小西小西 等等等等 王敏你去你去跟师傅 给给师傅送点什么的 麻烦麻烦师傅掉个头 再把这些压一下快去 来来来来来来 谢谢师傅 哈哈哈哈 太聪明了 这个比端子巧妙多了 哈哈哈哈 好呃我们京东有一句 经纪是吧 这么烦人的一年 我们还是挺过他的 感谢 好 赞生新热爱 本节目由以礼是爱 及时送达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 还有还有哈哈哈 好了成功了 啊 感谢 哎呀 还有最后一个马上 我们在这儿呢 就是最后一个环节了 所谓的蹦迪嘛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身后有一个闪耀的灯球 巨大的弹 刚刚呢我们只是把 2020年比较糟心的事压碎了 在这儿呢我们还是想写一些 对2021美好的祝愿 然后在他的照耀下 走入新的一年 我给打个样子怎么写 我们比如说我给雨琪姐送祝福 就像他刚刚自己说的 如果我不知道我说的不算 就这样来该你了 那我就挑一个 不认熟的人杀一杀了 谁在啊现在 不是就你吧 啊 我啊 祝你接下去不要再找独立女性啊 哎呀 哎呀 来 杨幂老师来一个 哎 祝那个 效果文化平安快乐 谢谢 谢谢 平安快乐 平安 虽然这个包含了很多讽刺 但是我们也 预祝杨幂老师 大年初一的刺杀小说家 刺杀小说家 刺杀小说家 援助双雪涛 值得一看 好吧 好 陈卓权老师 哎 请讲 那个 其实我是杨幂老师粉丝啊 然后 然后 但是今天见到本人的时候特别紧张 一句话都没敢说 就是我 我想 我想祝杨幂老师在新的一年里 能给我签个名 这是猪 原地就可以愿望实现 原地实现 你确定你确定那不是肖秧吗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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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不说没发现 我今天一直到ب 快看快看快看 快看真粉丝 真粉丝 带照片的 我夹带私货真的可以改 来 快给签一个呗 笔都带了 我们这有笔 你们交流 你们交流 真怕签不上啊 来来来来来 小姐 谢谢杨幂老师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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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 蛮荒唐的就来了 这个绝了 它会亮吗 它不是会亮 它是炸开啊 来吧 起吧 使劲 想要的灯球 也不难发现 这一顿 一顿一顿的效果 就是有人在人工地把它打起来 有音乐吗 背的话是不是更好 更松弛 不用 就是 你就别夹上 就是你别 夹上就是你别夹的不熟 没夹就没夹了 你就别整的不熟 夹上是啥意思 夹上就是你一会儿想 你要盯着看你就盯着看 你就照着来 你要全都背下 你就全都背下来 你就背子扮不熟 夹上是哪儿的词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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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饭做夹上 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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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东北的词吗 东北的 我这不是刚才的 我啥不知道呢 告诉你 我怎么想说一个 恭喜你 所以我一定是看着那个屏幕 夹上看着你去 不瞒刚才说那词儿叫啥意思 夹上 夹上 你知道啥意思吗 夹上 夹上不是咱小孩不熟 你还没学到呢 夹上 你还没学到呢 词本还没学到呢 对 你真是内蒙忽兰的吗 内蒙还有忽兰的 哈尔滨的忽兰 哈尔滨 忽兰河的忽兰 我确实得了一个 眼睛有关的病 我年初的时候 得了一个红膜结状体验 哇 现在不是我最专业的病 那些很严重吗 我得跟你详实 这事有点复杂 但是现在好了吗 很明显是好了 因为我当时眼睛全红了 那个血轮眼的那个 然后因为上面还有个结石石头 里面感觉有个什么东西 它说结膜炎 就这么年轻 这是而且 很多眼睛的哪边都比 我逼了好长时间的反瞳的东西 就是瞳孔变这么大 是不是什么都看不见那个猫 全国看这专门看这个病 对 因为那个等了好久 那个 才赖 这个是 免疫系统的东西 是不是 这个得跟你一会儿跟你想 那如果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是不是还会出现别的问题 就这只是一个表现 一会儿能演吗 怎么再看 不用 放弃 有我在 所有的红膜间 都不至于有多严着 他们后脖子 只是注意而已 拿这个东西 可以铁可以不铁 对 都铁 密切 密切 一会儿您坐那儿 那是CV 他们跟我说 让我 你不用那边坐这儿吧 我想看电视 哦 那那那我就不会了 那行吧 那我那我就坐这儿了 小可爱 小可爱你坐那儿啥也看不见 你为什么不在新厂看啊 没有 他就让我坐这儿坐这儿了 你别 你坐这儿了 你坐这儿了 没事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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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坐这儿 你坐这儿 他那就有点歪 我就这儿子 你坐这儿也可以 坐这儿 不是 为什么不让他在现场看啊 你们咋啦 他想看现场看 谁来了还看电视啊 我们聊聊呗 我来看看我的这个问题 呵呵 嘿 第一个问题很冒犯 什么问 要问这个 哈哈 没有 你想知道啥 好几个 婚姻法队女性的保护 哇 谁好 哇 厉害厉害厉害 帮我帮 老板 聊聊吧 有啥问题想要咨询罗强老师 站走 刑法 咱也没啥刑法问题要问 老师 你的那个事 我那是不宪承法律 是吗 该节清的咱都节清了 外网上看不是这么回事 一年几百万 我觉得最后的我们收尾 就收在这非常好 因为好像大家 不管许个多少愿 送个多少祝福 今天大家在台上说的 都虚头八脑了 今天唯一一个实现了愿望的 就是他 反正今天2021年 希望你像今天这样幸运 也希望所有朋友 都能像小蒋一样 二个二一年许个愿就能实现 好吧就这样 蹦迪吧结束了 然后荒唐的就来了 看绝了 这个绝了 它会亮吗 它不是会亮 它是炸开啊 来吧起吧 使劲 闪耀的灯球 也不难发现 这一顿 一顿一顿的效果 就是有人在人工的 把它拉起来 手动的 希望2021年大家不要像我这样 站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大家恐吓不合 我离它远点 这太吓人了 爱你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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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垮了 我跟你说 你这个也太老了 太老了 太老了 你这个也 眼都像胆啊 你感觉你只能这样 因为我在太多 对 你看 你太疯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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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玩 你太疯狂了 一看就好剩下了 我们太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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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让人不走 好 到学了 好 来 好 来